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震惊的身份 难以寻觅的踪迹 孩子已经是18年 1999年 医学厂才刑犯失望出来的 孩子究竟被带去了哪里 21年后 结局又为何那样出人意料 当时想的是 就是说 他们不要我了 静静瞬看传奇故事 留下合影的人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鄂 引入牛奶花生 邀您收看传奇故事 一般我们说到人贩子 他们基本上都只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趁人不备 迅速作案 之后再逃之夭夭 总之是不敢见人的 可是今天这件事当中 具有作案嫌疑的这个人贩子却相当特殊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张清晰的照片 甚至于这张照片呢 还是与疑似被拐儿童的合影 照片拍摄于2000年 这个中年男人呢就是嫌疑人 疑似被拐的正是他旁边的这个男朋友 可问题是 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一张合影呢 这人贩子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这里是四川省汉原县 这是村民黄明富和张连珍夫妇 他们就是照片的主人 二十多年来 他们时常对着照片流泪心碎 甚至是会恨交加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张连珍说他记得那是2000年的十月 那天秋风熙熙落叶纷飞 他与丈夫黄明富呢 正在家里休息的 突然有一位让他们极度意外的客人 出现在了门口 来的是黄明富的朋友 一个叫王亭生的中年男子 既然是朋友 那黄明富夫妇为什么意外呢 他们解释了 原来啊 之前黄明富一直在外地的一座矿山上打工 王亭生呢 正是同一座矿山的工友 矿山工作难免辛苦 王亭生这个人挺和善的 俩人时常互相帮助 关系嘛也越来越亲近 可惜呢 天有不测风云 头一年 也就是1999年10月 黄明富在工作的时候 不小心把脚给弄伤了 只好回家休养 那个年代嘛 手机还没有普及 甚至农村地区电话都没那么方便 所以呢 回家的这一年 黄明富跟王亭生 基本上已经断了联系 黄明富呢 以为老公友早把自个儿忘了 可是谁能想得到呢 对方竟然突然出现在了家门口 这能不惊讶吗 当然了 王亭生也说明了来意 黄明富当时是富商离开的 他心里其实一直都很牵挂 所以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来看望一下老公友 这可把黄明富给感动了 当时就把王亭生赶紧请进门 必须得多住些日子再走啊 是你听到这儿吗 公友情的确让人感动 可是黄明富随即表示 王亭生让人感动的 还不止这些 住下来之后 那才叫一个好啊 我一直就叫我们做活动 又不要工钱 黄明富夫妇呢 是既欣喜又感动 这朋友可真是太仗义了 就这样 王亭生吧 俨然就像是 这个家的一份子了 大家相处的 甭提友多亲了 彼此更是信任无比 就连黄明富夫妇 五岁的儿子小坤呢 都特别喜欢这王叔叔 当时对娃娃 是基本上不议 他就差不多 都买的东西给娃娃啊 就使娃娃滚他们 然后几岁的娃娃 拉着友善事 对他后 他就滚着娃娃 他就滚着娃娃 如果是你说到这儿吧 基本上就可以画上句号了 那这就的确是一个 无比美好的好人好事啊 可惜呢 这一切都只是开头 而后续极其出人意料 25天之后 王廷生又表示 时间挺久了 该回去了 关键是自个儿 还在西昌承包了个工程 得赶过去开工 黄明富夫妇虽然不舍得 但也不敢耽误 王廷生的正事 也就是在这个 一一西别之时啊 王廷生突然提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呢 这不黄明富这脚一直伤着吗 全家只靠张连珍一个人 经济上难免有点捉襟见肘 于是呢 王廷生就表态了 这个张连珍 你可以跟我一块到西昌去 我帮你介绍个不错的工作 你就可以赚点钱 贴补家用了 哎有这好事 张连珍一听还挺高兴 可是在一细想呢 张连珍又发愁 愁什么呀 愁孩子 我有时候我审慕的娃娃们 比如说我娃娃只有中大点 我直接出门 让张连珍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一听到这句话 王廷生居然再度仗义出手相助了 他说你把娃娃得一千多年 而又有幼儿园 就把东西都说就是中意 自个儿能去赚钱 儿子小坤还能去城里的幼儿园读书 这不是太好了吗 张连珍几乎立即就动了心 不过黄连珍倒是不大同意 主要是觉得妻子没听过什么书 带儿子去外面 实在就放心 可是黄连珍没想到 张连珍呢 就下定决心了 没几天 张连珍就瞒着丈夫 就离开了家 事情说到这儿呢 估计 大家的心都已经揪起来了 张连珍能顺利的去打工吗 小坤又真的能去读幼儿园 事实上一到西昌 王廷珍就告诉张连珍 让他先等着 他先带小坤去安排幼儿园的事 结果张连珍左等右等 天黑了 天又亮了 天又黑了 几天过去 张连珍再也没有见到儿子的身影 而王廷珍呢 当然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时候张连珍才恍然大悟 天哪 儿子被王廷珍带走了 张连珍赶紧回家 他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了丈夫 王廷珍一听 简直就不敢相信 说什么 我的好兄弟 好公友 把我儿子给偷了 感觉之前那一切都是欺骗 全是围装 更重要的是 我儿子现在会在哪呢 我当时就想给了妈妈 才几岁 江振轩扶你 然后心情 哪个都理解得到 后来一天哭 被这个人吹个车 想妈妈 想爸爸 这个时候 王廷珍和张连珍是又气愤又心痛 他们立刻就报了警 寻求帮助 好在王廷珍之前住在皇家的时候呢 恰好跟小坤一起拍过一张合影 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开头说的那张 有名字 有照片 警方呢很快就查识了王廷珍的身份 只是他这身份呢 实在太无寻常了 王廷珍是 我买了四三个妇女 也包括二童 1980年呢 就是因为怪买 诈骗 等于多嘴 被容世先生被发现 盘处于四十八年 1990年 医院上才刑犯失望出来 说白了 王廷珍就是一个有过多次拐卖前科的人贩子 这下黄明复和张连珍真的是彻底问贵了 我就想起心里就惭悔的 我一直 对他爸爸跟钱 我的 我的 不敢说 我对我心里自己 自己压弃 是你说到这儿 第一层谜题终于解开了 难怪会有照片留下来 感情是熟人作案 极有可能 王廷珍来到皇家 就是抱着目的来的 他用25天的时间 骗得了皇家夫妇的信任 然后再自己拐走了小坤 这实在是太可恶了 比起那种偷孩子的人贩子 王廷珍这种做法 会导致皇明复夫妇 更加的后悔 痛苦 内疚 这简直就是诛心 不过反过来想 相比于其他的儿童被拐案件 这起案件的寻找目标更为明确 只要能够找到王廷珍 就应该能够找到小坤 一开始警察挺有信心的 因为知道王廷珍的具体身份 也查出了他家在哪 按理说应该能找了他 可是结果呢 我们专项夫曾经在他的亲生父亲 亲生父亲去世的时候 都到了皇安市 顿手 这个王廷珍没有回家 他求是就像人家小侍了一样 找不到他的答案 听听 就连父母离世 王廷珍都没出现过 再加上那个年代 也没有完整的道路视频 更没有高科技的手段 想要从茫茫人海当中 寻找某个人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 当然了 警方一边在找 黄明复和张廷珍也坐不住 对儿子的思念 每分每秒都在煎熬着他们 由于经济条件不好 他们先是拼命的打工 攒了一些钱 然后就立马出去找 回来之后又是拼命攒钱 攒够了又出发 但正如警方的寻找一样 一年又一年过去 黄明复复复的这个努力 始终都是徒劳 明明与其他案件有所不同 明明有着明确的目标 知道要找的人就是王廷珍 这么个人 有名有姓的怎么就找不着呢 是王廷珍过于狡猾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原本越来越渺茫的希望 竟然在21年之后出现了新的转机 那么这个转机是如何出现的呢 王廷珍又究竟把小坤送到哪去呢 黄明复和张连珍还能跟孩子团圆吗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引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不管是警察还是黄明复夫妇 都没有放弃任何寻找的机会 可是持续了20年 都没有找到有效的线索 这该怎么办呢 想要迎来转机是需要契机的 这契机就在于2021年的一场特殊行动 这一年呢 公安部部署开展了团圆行动 行动期间呢 全国公安一盘起 各地广泛的采集 这个一副备管人员的数据 然后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 展开了集中的比赛核查 当所有的数据被汇总 那力量是不一样的 于是新的希望 这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团圆行动 这个东风 通过这个战修 他们团圆官 人员专门员专专班 执照专专门经营 然后人是显住也好 相关人员也好 今天开场 很快 汉原警方就接到了 四川省关注下达的一条线索 这线索啊 是相当的明确 就接到了 我身心的团圆子 疑似 在新疆区大马银 拆掉了 与 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汉原保安夫妇 相匹配了 我们找于小松的男子 学习 大家或许有些疑惑 21年过去了 怎么突然就比对上了呢 如果说线索是准确的 这个叫于小松的男子的血样 又是怎么采集得来的呢 他又真的是被拐的小坤吗 的确 惊喜来得太突然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但是这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换个角度 从这个叫于小松的男子说起 他就是于小松 家在河南南阳 家中有父母双亲 以及三个姐姐 尽管已经结婚成家 有了个女儿 而于小松呢 仍然表示 自己有些与众不同 不同的就在于 他特别内向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平常小时候 我就不喜欢说话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 都会存在一定的原因 那于小松 为什么如此内向呢 说的这个 因为于小松的情绪明显低落了 他说那是因为他从小就知道 自个儿跟别人 甚至跟三个姐姐 都是不一样的 他是家里头的外来户 小时候只是知道 不是那边亲生的 就是是不是拐妹的 不知道 就是知道 以前家的后边就是山 就是姓黄 有一个姐姐 他当时还有角色 他说从他小的 他家看的就是 是十川 那就是他 我这样不要的 然后他家 是农村 然后周围都是山 而对于亲生父母啊 于小松的脑海里 更是一直有个模糊的轮廓 对我母亲有印象 对我父亲印象深的就是 他有一个角 就是不方便 就是受伤了 就是住个拐账的 才五岁的事 就能记得这么详细 实在难得 但是更让人惊讶的 于小松记得最清楚的 竟然是自己离开 亲生父母的过程 就是跟着我妈妈出去玩 就是感觉自己睡了一觉 跟母亲分开 被这个人带走 就坐火车 大家注意到这一系列的描述 从家的位置 自传到父母的情况 父亲的脚不方便 当家黄明富不正好 就脚受伤了吧 再到一个男的 把他带走 这不也符合 王庭生的形象 看来对比结果 应该是准确的 于小松极有可能就是小坤 可这么一来 问题又出现了 既然打小就知道 自个儿另有亲生父母 于小松怎么不早点回家呢 要知道黄明富夫夫 可是盼了找了二十年 对于这一点 于小松也解释了 他说一方面 是因为养父母 对他特别好 他从小嘛 日子就过得非常顺利 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他的心中 其实一直有个结 他一直担心当年母亲 之所以让那个男的 把他带走 会不会是父母 其实是不想要他了呢 正是因为重视 因为担忧 所以于小松一直不敢主动去寻找 那么警方又是如何找到于小松的呢 一切都是因为时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于小松渐渐长大了 后来呢 自个儿也做了父亲 他似乎能够理解 为人父母的感受了 他突然觉得 他或许应该鼓起勇气 试一试 于是在工作之余 他就到公安机关采集了血压 也正是因为于小松的勇敢 才让警方在团圆行动当中 得到了比对的结果 可见要想奇迹发生 技术不可缺 情感牵挂与坚持 更是不可缺 好 既然于小松有极大可能就是小坤 那么黄文富夫夫得知了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呢 为了再次得到明确的结果 警方特意来到黄家 给黄文富夫夫又一次采集了血压 一听说儿子总算是有消息了 我也不说了 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如果肯定了是你们的儿子 我们就带他回来成亲 等你们想了多多年老子 终于会见面 经过再三的比对复合 海外警方最终确认 于小松就是黄文富夫夫 在2001年被拐走了儿子小坤 21年 儿子视而复得 亲情得以团圆 这实在是太大的惊喜了 接下来警方专门安排了小坤 跟父母见面 2021年8月17号 这个离开多年的小坤 终于踏上了孤独 小坤在车上心有忐忑 毕竟离别多年了 而另一边黄冰富家中 宾客如云亲朋好友 街坊色围纷至踏来 大家伙顶着大雨 站在门口翘手 以带孩子的归来 从小坤出现下了大家的事业当中 一见着儿子 张连珍是第一个扑上去的 多年来他心里头一直内心难安 如今儿子董三者回来了 他似乎是不敢再放手了 慢慢寻清楚 浓浓骨肉情 21年的愧疚与委屈 21年的欺望与失望 在一家人紧紧拥抱的那一刻 从全都化为了失而复复的喜悦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 这人家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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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坤回来了 这太好了 可是仍然有件事要解决 那就是王廷生 他是一切的对魁祸首 难道能让他逍遥法外吗 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又怎么能找着他呢 大家别忘了那张照片 没错 照片记录了王廷生的样貌 当然了 多年过去 他肯定有些改变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 当今这个技术的力量 技术专家利用这张照片 进行了相关技术的处理 得出了王廷生现在的大致样貌 然后呢 再在全国进行大数据搜索 2021年5月 一个疑似王廷生的中年男子 在福建厦门出现了 为了确定他究竟是不是王廷生 警方做了一个关键的举动 都拍了几个人的照片 传给了我们海门的这个 张俊斯他们夫妇 今天别人 他们一眼就能说就是他 说虽然他 二十年过去了别闹了 就是他 很肯定就是他 确定 这还等什么呀 为了不打草惊蛇 宣扮警察立即遵守 在乔装打扮这个工地 这个工地是死过门 我们统一统两年中 死过门统一统一统走 前一人呢比较狡猾 反正他也是比较强 如果从处你们人或一个人碰到他了 不要给他过多厌生的交流 不要引起他的怀疑 严密的部署 周密的计划让王廷生逃无可逃 最终他被一举抓获了 王廷生终于到岸了 真让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 可是当王廷生一开口 他的一番话却又让人无比的震惊 王廷生竟然表示 当年那一切其实是另有隐情 我和张连珍两个都是商量了 从我两个人商量的时候 就把自己认为的时候 就好像没犯什么法言 听听王廷生说的 什么叫跟张连珍商量过 王廷生进一步解释了 说当时小坤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张连珍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这才同意把小坤带走 甚至于后来带小坤去了河南省的南阳市 其实他都是争得了张连珍同意 不得不说这话未免荒诞了些 真的会有母亲让他人把孩子带走 王廷生这话会是真的吗 王廷生不知道的是 其实警方早就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那就是当年王廷生把小坤留在河南南阳的时候 收取了小坤养父母一万元 这独以证明王廷生就是为了获利进行的拐卖 由此不难发现 王廷生是真的相当狡猾 负责预审的警察当上就戳穿了王廷生的狡辩 面对证据王廷生再也不敢胡说了 他最终承认当年嘛 他确实是故意去了皇家 为的就是找个时机把小坤拐走 而在得逞之后呢 他也是第一时间就逃脱了 多地辗转 而且隐姓埋名 从来不敢暴露真实身份 这也是警方多年来没有找到他的原因 把坤儿埋了 也爬坤儿去找我 你埋了的是什么 就是拐卖人同时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这些侦查过程当中 警方还查出了王廷生 另外两桩拐卖父母的犯罪事实 市民有两个妇女在酒吧 也是被这个王某某拐卖到了火 但这两个妇女呢 一时他会拐卖之后 就给家里面的人打电话 市民间他们家里面的亲人 带着钱到火 去把这两个妇女带回来 2022年3月 王廷生拐卖妇女儿童一案 在四川雅安市中介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最终认定相关的证据真实有效 据此在雅安市中介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王廷生犯拐卖妇女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20万元 仅违法所得14000元与追缴 上缴国库 这个判决为终审判决 在收到判决的时候 王廷生已经66了 活了大半辈子 数次违法犯罪 拐卖了十多名妇女儿童 王廷生实在是最有应得 幸好感谢坚持的力量 感谢科技的发展 王廷福一家人还原了 值得欣慰 可是逝去的21年时光 却仍然让人有些遗憾 从中也能得到一些警示 那就是即使是熟人 跟你成兄道弟的 可是一旦他出现了异常举动 还是要警惕为好 毕竟小心使得万年船 不要让违法分子有空子可端 牛奶家花生 大力康小恶 银龙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聊聊方式告诉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